大家好,我是艾莉 我是一名旅行摄影师 我所主要拍摄的题材是城市风光 所以在我大多数的作品当中 少不了一样设备,那就是三脚架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最近我正在使用的这款 我认为非常棒的旅行三脚架 来自于黑皮的三合一碳纤维三脚架 这个三脚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它的设计非常的精致 每一个细节,做工都感觉非常的细致 拿在手里边会有一种非常扎实的感觉 每一个部件也都做得刚刚好 没有扎绳的感觉 在材质上它的主三脚架腿是碳纤维的 可以增加使用的耐久性并且减少一些自重 而在冬天的时候呢 这样拿着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冷 特别的扎手 但是呢它这个小的三合一 其中一个小的三脚架腿呢 实际上还是铝合金的 所以在抓握的时候 您仍然可以感觉到铝合金要比碳纤维冷很多 那么在重量上呢 虽然它属于一个轻型的铝型三脚架 但说实话它不是非常非常轻的那种 所谓的羽级的三脚架 但是在整体的重量上呢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并不是特别的重 而它的体积呢也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在旅行的时候呢 我认为还算是一个刚刚好 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而如果我们想要追求更好的稳定性的话 那么重一点也会对稳定性能够有一点点的帮助 所以在整体的重量上呢 我觉得它还是符合我对旅行三脚架的要求的 我认为我对旅行当中使用的这个三脚架 其实要求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高的 因为我想它又轻又方便携带 但是呢还想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偶尔的能够帮助我来拍摄一些长曝光 或者是延时摄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在之前使用的很多的三脚架当中呢 我都觉得会多多少少 有那么一点没有办法达到需求 可能三脚架轻了 但是它的稳定性呢就下降了 但是这个三脚架呢 它在重量上有一点点妥协 但是在稳定性上我认为要更胜一筹 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三脚架 要比其他三脚架更稳呢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中轴是三条腿的中轴 而普通的三脚架 因为三脚架整体就特别的小 所以它那根中轴特别的细 摇摇欲坠晃晃悠悠的 其实我平时在选择三脚架的时候 不会选择带有中轴的三脚架 但是呢我还是仍然希望有一个三脚架 至少有这么一个三脚架 它能够有中轴 并且这个中轴呢 还可以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可靠 像拍摄这种场地呢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大多数的这种河边公园啊 它都是有这种栏杆的 像这种旅行三脚架 通常它支起来的高度呢 不会特别的高 所以呢我还是需要使用中轴 把我的相机稍微的升高一点 避开河边的这些栏杆 云台的锁紧方式呢 设计的非常独特 是这样旋转一下 然后锁紧 你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弹片 当把相机放到云台上之后呢 这个弹片就会被压下去 所以呢这个锁定键呢 就会转过来 如果想要打开的话呢 只要一锁这个弹片呢 自动会把相机的快装板顶出来 在使用一些特殊的L快装板的时候呢 我发现底部的设计呢 可能会卡住 让这个快装板没有办法 完全的贴合进这个卡槽 所以在这上边有两个螺丝钉呢 可以卸掉一个 比如说我这个L快装板呢 它是左边这一块是石芯的 所以呢我决定 可以把左侧的这个螺丝卸掉 让它更贴合整个的底座 这样呢就可以实现一个 比较紧的卡丝 有很多产品啊 我是觉得其实简单一点会很好 但是旅行三角架 我真的希望它功能越多越好 因为这样呢 我在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少带几样东西 因为现在相机其实每次出门 至少是两台相机 镜头就好几个 再加上还有一个主要拍摄的三角架呢 在副三角架上面 或者说主要是拍视频的这个三角架上面呢 我就会希望它能够集合很多功能 这样呢我就可以省事一点 那如果我带两个云台出来呢 我就可以实现这两个三角架同时拍摄了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呢 我总结出了一个小小的经验 如果是拍摄延时啊 我会使用这个小的三角架 加上它的原有的云台 这样呢既可以调整相机的角度 还可以降低三角架的高度 因为它这个小云台也是可以调整腿的高度的 这样呢就可以把三角架降到非常的低 这样它的稳定性呢也会变得更好 因为拍摄长曝光和延时的相机啊 我会更倾向于更稳定的一个支撑 而这个三角架呢 如果不带第二个云台 我认为也是可行的 但是呢需要一个额外的螺丝的转接 从这个大口的转成小口的 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另外一个相机 支在这个三角架上了 而这个三角架呢 它是可以通过腿来调整不同的角度的 所以即使没有云台 只要角度不是特别的刁钻 阳角或者是什么 就是拍摄风光的话 也绝对没有问题 需要先把它这个圆形的头给装进去 然后再放上这个三角架 它这个调节角度的搬手啊 还挺方便的 像是个快拆一样 直接这么搬下来 然后调整搬上去就可以卡死了 这三角架设计的比较好的一点是 在侧边呢 它有几个四分之一的 这样的螺丝口 可以挂很多外挂 比如说外边挂个 移动电源的支架 或者是手机支架什么的都可以 在使用四分之一这个螺丝口的 拓展槽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外侧螺丝口 和内侧这个三角架腿的螺丝口呢 需要一个对齐才行 现在这就属于没对齐 所以这个螺丝钉是拧不进去的 那需要把这个中间的三角架呢 向上推一点 把这两层螺丝口对齐之后呢 就可以穿进螺丝了 这个旋钮旋起来非常的舒适 它可以旋转360度 而且它旋转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啊 它是有声音的 这个三角架其中的一个多功能性 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心 那就是它的这个云台中间有这么一个小方块 所以有的时候 我要是想用手机拍点小视频 或者是延时片段什么的 这个东西它就用上了 所以呢 有了它之后呢 我就可以少带一个手机的夹子 虽然那个夹子也不沉 但是呢 总是容易忘带 或者是容易丢 所以有了它之后呢 那么这个就方便多了 今天的这个空气 它不是特别的透 所以整个的日落 看上去都水气蒙蒙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打算使用长焦 拍一下远处的帝国大厦 有的时候这个日落不好吧 但是夜景肯定没问题 因为所有的夜景呢 其实都不太受当天天气的影响 即便是阴天多云 在夜晚灯光亮起来之后 这整个城市呢 就是一个全新的样子 所以呢 如果天气不好 大家呢 别放弃来拍点夜景 就可以弥补 没有拍到日落的遗憾了 我在拍摄中 还是感觉到 这个镜头还是挺重的 当端焦之后 你看到我变焦到400的时候 它就会向下这样低头了 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回家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它的这个锁紧的方式 在正式使用之前呢 其实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来看一下这个球形云台 是否需要进行加紧的 这样的一个调整 如果可以掰动的话 那就说明现在的锁死呢 不是很紧 需要进行一个手动的调节 调整的方法实际上还挺简单的 就是拉动这个扳手 露出里边的这个六角 如果想要把它调得更紧一点呢 拉出后向下移动一点点 然后把它给放回来 现在就要比刚才更紧了 那也有可能你会觉得 现在的这个呢 太过于紧了 那么就把它拉出来 向上转动 然后放回来 现在就会比刚才要松很多 现在呢 基本上就可以实现 使用100-400这样的超重型镜头 也不会低头了 我呢 还是装上我这个家常的快整管 来试一下 这样会把整个的这个重量呢 向后拉一点 现在呢就是400的焦段 已经比刚才好多了 现在不低头了 我得把这个镜头的防抖功能关掉 然后再重新对焦 拍摄一张 拍摄成功 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加成快整板的话 那这个超长焦的镜头 放在这个云台上呢 就会有低头的现象 但是您看我加上了这个超长快整板 或者说您那个长焦镜头 它有那个脚架活 都可以减少低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这三角架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 当然今天呢没有用上 因为今天在一个砖的地面 但是如果下次我去瀑布 或者是去徒步的时候 带这个三角架呢 我就可以用上它这个脚丁了 它这个脚丁就是直接收在 三角架的这个团里边 把它给拧出来 然后翻过来 就可以是带脚丁了 这个设计我还真的是挺喜欢的 因为其实我的那几个三角架 它也是有脚丁的设计 但是外置的需要单独带着 所以就会经常忘了带 或者是就给丢了 其中有这么几个点 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 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顺滑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中轴的升起的部分 需要拧好几圈才可以把它升上来 所以呢就会让这过程呢 你看就会变得特别的没那么顺滑了 但当然我平时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使用中轴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所以呢这一点我认为 如果说能牺牲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点我可以忍 可以牺牲掉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 平时我都不用中轴的情况下呢 我想一上来就展开 这个三角架呢 我需要从底下抠 因为平时咱们这个三角架腿的旁边是有缝隙的 但是它这个缝隙呢 被这个小型三角架腿挡住了 所以我就得从底下抠 而且它这个三角架还挺紧的 我需要从底下抠开 然后这样打开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当这样打开之后 我不使用中轴的情况下 我想要调节这三个腿的角度 也就是我想把它降低一点 我这样打开之后呢 是扳不动这个按钮的 我需要把这个腿啊稍微往回收一点 才可以扳动这个按钮 然后把它给调节 这出现什么问题呢 有一次我就把这个手给夹了 因为得这样一下才能扳动 那我这个手刚好就卡在这个缝里 哎呦给我疼坏了 所以在那次之后呢 我就长了这个记性了 所以如果您要打算买这个 千万得记着我这个小贴士 别把手给夹了 还真挺疼的 这俩金属好家伙一碰这一下子 非常的咬命啊 手都有点破了 当时给夹破了 所以呢千万要小心这一点 除此之外 这个三脚架可以说是一个 接近于完美的旅行三脚架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下期见